墙台参数逐渐靠近台湾 成功证小港渔港的移民不敢大意 众人一起协力用绳索绑绑渔船 把渔船固定在港中 避免阴风浪造成碰撞而损坏 就是船靠船嘛 绑紧一点就比较不会晃 要不然一浪一来 一晃的时候那个船会一直碰一直碰 绑紧一点就比较不会碰了 只有浪大的时候才会这样 小港渔港曾在民国107年时 因为台风引发海水倒灌 造成一艘船翻覆 同时不少渔船损坏 台风毕竟三线台定制渔航场的渔工 不敢轻易出海作业 也只能在港区陆地上进行渔航修补作业 东海岸10号还是风很日立 但海边逐渐出现长浪 根据气象体预报 参数可能会从东部陆地 切入本岛 或从东部近海经过 呼吁部落族人要盛访台风来袭 做好防台准备 原始新闻 法务的台东成功 采访报道